斋子,拯救阀开心现在世界是个总体和平的时代,当然也存在一些地方有局部冲突,这些冲突可能是因为资源,土地等造成的,土地是国家的生存发展的根本,各国历史上发生冲突或者战争,土地之征战主要原因,然而世界上有一个没有一寸土地的国家, 而且是受联合国承认的合法国家,这个国家就是马其他骑士团,他们拥有联合国承认的永久考察员的身份,历史上马其他骑士团是有领土的,首位耶路撒冷,马尔他圣约翰主权军士,伊苑和罗德岛三个地方,在这几个地区是拥有不少的土地的,那么这个名字非常像中, 世纪风格的骑士团能够叫做国家,他的诞生初衷和行使权力具体是怎样的呢? 在11世纪,各路世俗王权力量的强大,威胁到了基督教的地位,于是基督教为保护自身的地位和安稳,便开始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。 马其他骑士团就是其中的一支队伍,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,老牌教派势力非常雄厚。 马其他骑士团的任务就是保全基督国在中东的势力稳定发展。 骑士团在中东为教皇立下赫赫战功,教皇逐渐给这些骑士团,类似于封诸侯王侯之类优呆奖赏。 后面教皇势力没落,骑士团就自己升级成为一个国家,并且马其他骑士团占领,这地中海中间的罗德岛,同其他基督国共同防御,这基督教派的最东方。 后面一个叫萨拉丁的船,其人物联合整个伊斯兰,教的力量攻打基督教派,各个基督国被打败了。 马其他骑士团差点被灭,剩余力量回到了罗德岛,此后骑士团便慢慢没落。 拿破仑时期管理马其他骑士团,他觉得这个带有强烈宗,叫色彩的团体不符合时代精神便强制取消了。 这个时候骑士团就彻底的失去了国土,二战结束后他们想通过国际法庭的仲裁来重新拿回马其他岛。 这个时候岛上的人民已经建立了马其他共和国,联合国便给予马其他骑士团一个考察员身份。 他们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,作为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存在着。